政院证实 农院部长陈吉仲曾经口头向行政院长陈建仁请辞 但获得未留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说 陈建仁认为目前还是有关进口鸡蛋的说明 陈吉仲有相当大的权责 他需要说清楚 同时其实在今天我听说 本来陈吉仲他要去跟柯建民 到立法院跟柯建民 可能还有准备一些QA吧 因为这个星期就开议了 星期五陈吉仲要去专案报告到立法院 所以今天本来是他要跟柯建民先见面 可能要卷一卷QA的部分 看到这是时评论员黄阳明 他说在中午陈吉仲取消了原本的行程 因为他是要去跟执政党团报告进口蛋 就是这个 但最新的讯息是 这个报告中午又取消了 所以现在整个事情的演变 我不知道董哥怎么看 我都觉得说奇怪 你这个部长是在为人民服务 还是在为政治服务 在为你的政党服务 显然目前是这个样子吗 过去我们知道 我们有个助力代表叫谢唐廷 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有个巴西代表叫陈吉仲 巴西代表是不是 对啊 那可以看到 他这么周到的 替外国人服务的话 替那些蛋商这样服务的话 其实让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可是周天这一处戏啊 我觉得陈吉仲他是一个表演 你也有一个表演 就是我先试探你 我跟院长讲 院长我这个站好像都被媒体这样骂 我辞职好不好 院长说不用不用 吉仲兄你不用辞职 哇 你真的要辞职 你应该很斩金结腿 而且书院报告要到 让人家可以批嘛 那他现在没有 那出来帮他 和缓的是苏正昌 前院长 那苏正昌当然跟他有蛮好的感情 虽然陈吉仲是小婴男孩 可是苏正昌 护着他 出来骂人 你们好像这些人都是北有机心 就过意把他放出来 人家还没辞你就放话 而且骂的是自己党内的人 多你们这些人在放话 那可以看到了 陈吉仲其实受到蛮多人疼爱的 至少鹰派还有苏细都很顶他嘛 那这样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党内对他比较不满的 应该是新潮流 因为影响到赖清德总统的险阱 那很多人敢 心里有这样想 可是不敢讲 党内这些人不敢讲 因为敢讲这些人都要选立委嘛 你选立委 你出来讲的话你就得罪独派 你就变高嘉仪你就死了 对不对 所以他党内就变这样啊 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对陈吉仲来讲 他刚好窝在这里 他变成很安全 所以但愿能长久没有错 他就很安全 那可是里面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关卡 就是礼拜五 礼拜五行政院长到立法院做 但的专案报告 你能不能招架得住 为什么 因为这几个礼拜来 农委会很多讲法已经非常离谱了 而且自己都掩藏不住了 因为你讲过东西都被录影 你不能说我没讲 那包括你要怎么去包模 这些东西 一件一件被拿出来 今天连汽车包模都给我扯出来 是啊 气不气啊 是啊 那如果把这些事情一件一件拿出来 你变成行政院长很难去招架 你知道吗 因为都搞成这样 而且现在很多东西都完全没办法解释 地方跟你要留相你也不给 然后现在到底那些蛋的 他的安全局是多久 你每一个说法都有 就几天到几天可以到120天都有 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很不好招架 那我觉得说陈其中现在 他已经试探成功 获得未留的话 其实我觉得最安心的是在野党 这个人就继续留着吧 对不对 大家都很开心 那继续有一个东西可以打 那他当然也很清楚 他今天不进立法院干嘛 因为记者会堵在那边 他本来抖了好几天 前天出来讲 钱出来讲讲得更糟 因为大家都在讲你那销毁到底多少钱 你那流相为什么不敢 他就没办法回答 就是说这些东西 他不晓得是自己不清楚 还是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再去 他是真的很离谱 反正就这样 很离谱他已经没办法再转回 因为他收太多谎 他已经没办法再找100个谎来讲了 他已经变成这样了 所以他现在就根本我就不接触 那到立法院会被记者碰到 不要接触 其实想法就是这样 那赖金德也希望说 我的厂子你不要来 所以什么 那些后援会本来排好几个他也不来 那现在我觉得陈其中 他变成是内阁里面 一个不定时炸弹 到底会怎么样 因为现在对老百姓来讲 就是一个弹这么不安全的话 那是周遭所有人都有可能波及到 你吃了外食 或者你买弹回家 可能都会受到波及 跟沟气不一样 沟气我们每天骂高端 好歹我不打高端 我不要打 我还有点选择 对 我有选择 现在吃弹是没有选择 那蛋又是家里很多给小孩子吃的 小孩子要营养蛋黄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今天民进场执政 搞到一个这样食安 非常不安的环境的话 那对他险情有很大的伤害 你觉得赖金德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 中秋节到了 月饼会不会自销 蛋黄酥会不会自销 凤梨酥 还有早餐店 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油条烧饼加蛋 好烦喔 而且我最爱吃蛋 对 你爱吃蛋 那滑蛋牛肉你敢吃吧 全面都会受到波及 像我刚才去中午去吃了点面 我想加个卤蛋 我还问那个老板说 是不是台湾蛋 我们一定是有机的台湾蛋 好不好我再相信你一次 吃的我胆战心惊好不好 我也是 那你说那些蛋黄酥的竟然还有人受吗 这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民怨会一大片 一大片的话谁承受啊 陈吉仲又不用选 对不对 谁要选 赖青德 所以赖青德民调已经上不去 已经在急了 所以搞不好会掉下来啊 你说他担不担心 他当然希望快刀斩乱嘛 你只加每一档电子报就说每天掉一趴啊 对啊 对啊 赶快把它翻过去 对不对 赶快把它翻过去 那问题他翻不翻不在他啊 对不对 现在问题是 你看苏贞昌也讲话了 吴文明也讲话了 也表示说 不给辞不给走啊 那赖青德能怎么办 表示说他搞不好只是人头啊 这个巴西代表真 另有其人 哎呀 那大家就怀疑 如果万一是林冲贤的话 那林冲贤是新潮流 那你赖青德跟跳到 这个黄红都洗不清啊 那为什么要把它摆在那边 挡在那边 就是反正你已经千疮百孔了 不差那两个洞嘛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当国民党再打 你就当那个什么 草船借鉴啊 可是问题是 痛在急众生啊 疼在清德心啊 清德每次看他的民调 哎 还是那个谁 这个苏之战讲老实话 都是你们在党多集组出来 我们赖青德就 再受再大的伤都会过关 我们要让他这么 如意秤心吗 我们大家想一想 那委员你觉得 这事情还会再烧 再烧一段 他只要留着就一直烧 会 一直就烧 但是如果快刀斩乱嘛 换个新面孔 那个人就傻傻的 我这个努力在解决 产品履率表呢 我正在找 因为我刚上来 他都会推脱啦嘛 台湾从2008年 马云九开始 就开始搞农产品 跟食品的履率表 每一样农产品的来龙去卖 不管是对发票 对进出的单据 统统有来历 连那个哦 你在那个什么 农园里面 摘个葡萄 那弄几个 送到那个市场上去卖 他问你说 你在哪哪个地方种的 都写得很清楚啊 不信你到那个什么 全家去问 通通跟你讲得很清楚 北农也都是很清楚 怎么可能蛋不清楚呢 对 猪肉都很清楚 你告诉我蛋不清楚 你少在里头 那现在总共有 进口多少 有一亿五千万颗蛋 现在常在 所准备销毁的 是五千万颗 五千万颗蛋 那还有三千万颗 还在什么洗手蛋 什么工厂里面 那请问你 还有七千万颗蛋到哪里去 流向不明 不知 不知下 对啊 其实那不到哪里去啊 那你总该 叫我们当报表吧 太阳心全校客废 客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 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 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 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 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 肠道健康 肠道菌 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 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 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 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 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